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时我们北京中加实业队是以28分领先 广东碧桂园相机队是以27分紧追其后 然后我们的大分领先一分 同时我们的局分小分也领先一分 所以形势应该是挺乐观的 不过也想象也挺可惜 我们最后一轮没有坚守得住 所以让他们反超我们的大分 我们反超一次 客观的说人家广东队确实很像的不错 广东碧桂园由陈丽纯和陈兴玲两位小将的组成 最终他们是以3比1战胜了湖北队 而夺德国际队 这番棋应该说刘欢是错失了一些机会 我们来撕下看 这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局面 就是中炮进三兵 对反攻马飞左向右炮封区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局面 这个棋局 以往走到这 最早出现了洪汪走G266的工法 但是这个工法被淘汰了 所以洪汪走马九退七 回灯 这种局面下 黑方一般是走炮水比较多 实战的话黑方是走炮水江 那么武侠应该说是一个棋坛老将了 那么唐丹你以往跟他下的多吗 你给大家也顺便介绍一下 武侠节我跟他交手应该有十几盘了 所以非常熟悉 他给我的感觉是棋风比较稳健 而且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老道 那么武侠也确实一位老将 他特别武侠快棋也是不错 对 有一次夺了一次快棋的固定军 我记得 他的快棋 像个人赛的时候 以前有快棋加赛比赛 他都是非常的勇猛 非常厉害 经验比较老道 这个炮二十二主要的意图 就是把红军的压住 一般最近几年就是黑方走炮二十一的时候 多一点 因为炮二十一最主要的可以有效封锁 红方这个中路的进攻 比如说你冲中兵 或者你再冲 他有炮二十一枪 对 或者你马三十四 你登中兵的时候 你将来要顾忌他有反将抽居的这种气 炮二十一的走法 就是红方 一般都走去八十三 下步再走兵九进一 再逐步来压制黑方的封锁 所以实战黑方炮二十二是不是也有这种考虑 就是不希望红方顺利的炮二十二是属于另一种走法 它可能引起的变化会更加激烈一些 那么红方走马三十四 炮二十一更加稳健 黑方十六进五 那么当时这个对阵的情况是 刘传抽到了武侠 那么唐丹他自己是跟张宋凤再度交手 在第一循环的时候 我们也是第一轮碰到了江苏队 当时我们是以二百零的比分 战胜了这个对手 那么这一番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 他们到关系不是很大 因为前面的前三名 他们基本上也是没有希望能够争取了 而且他们也保祖成功了 对也没有这个降级的危险 所以江苏队下的比较放松 而这盘棋应该说 事后来看的刘传 确实背上了比较大的心理负担 不许这一段 双方倒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在里面 这个以往呢 这个棋里我们都下过 我记得我跟这个江苏队的 也是原来的教练 现在是担当那个行政任务的一个副院长 黑长时也实际冠军 实际上吴隆老师呢 下过一盘 在不久前 他当时走到炮六金四 我走炮五园 也是虎方这个占用 炮六金四的好处呢 大家看呢 他就是将来可以有可能打兵 本局当中呢 武侠呢 做了一个改进 他说炮六金六 使这个两炮升根 在虹方阵地里边升根 这样虹方 是不是也只能炮五退一 炮五退一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吧 当然说退两步也不是绝对不行 但是呢 给自己留下一些空间 因为将来黑方肯定要G9平六 他有G6金六的这种威胁 如果你坐在这儿 一捉你这个中兵呢 你容易比较尴尬 是的 另外呢 类似这些棋的 就是看 你是退炮需要升根好 还是退一步炮保持灵活 这个退一步灵活 将来中兵呢 可以呢 这个有这个空间 然后黑方走 G9平六 G9平六 这个时候呢 唐南你作为队友 是不是也比较关注这个刘欢的棋呢 是的 当时我自己下棋之余 我也是特意站起来 去看我队友的奇迹 我也是很期待 也为他着急紧张 而当时我看到了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我看我的队友那个刘欢呢 他正在思考 敞考 然后而且 因为对方是走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招法 所以说 当时我心里也在默默替他捏把 不过看实战的后来的过程 我看 刘欢他下的是挺不错的 处理的还可以 对 他先跳中马 先把这个中路呢 这个补补 另外这个马将来呢 司机呢再向上运转 是的 当时我看他跳中马这步棋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首先他这个中兵一冲的时候 你这个没有拘留近五桌兵的棋了 他走到这儿 双方用时怎么样呢 对 你知道他们大概的情况吗 当时的时候 我看刘欢这时候 走到这儿已经用了十几分钟 武侠也 武侠其实也花了有快十分钟了 接下来黑方走拘留近六 双方真是 都是想的比较多 也都是 黑方 黑方拘留近五桌兵 那么鸿方呢 这个棋呢就是先捉一下马 把黑方那马逼退 那么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双方又到了一个新的这个 发展的阶段 应该说鸿方的优势呢 主要是多这个中兵 因为其他子力都是平的 就鸿方多一种兵 另外呢 红方有这个中炮呢 对黑方有一个啊 攻势 潜在的这个攻击力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左路军呢 能拉住黑方的右边这个鸠炮 这是红方的一些局面的优势所在 不足的地方呢 哦 我当时看就是感觉 呃 双方好像都是在围绕这个中兵 就这几步起 围绕中路这个攻势展开的 对呃 不足地方就等于红方这个马的位置呢 还不是很理想啊 没有完全的投入战斗 啊 另外呢 就是黑方呢 呃 作为黑方的优势呢 就是他双击双炮的位置上 比较靠前 对红方呢 形成了这种啊 封压的这个阵势 呃 并且有一些呢 能够这个创造战术机会的可能 啊 这个期呢 在这个后面的局面当中呢 我也跟刘欢说呢 在给他讲的复盘的时候 红方 还有一种选择 是走回居 居二推二 这样就没有机会吃到这个中兵啊 先爱守住自己的中炮 对 嗯 时代当中呢 刘欢通过选择呢 他选择炮物机 他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吃我中兵的时候呢 我还有炮物件打得忠实 但这个旧企业论呢 就是确实黑方吃中兵呢 是明显吃亏啊 所以黑方呢 临场了 嗯 好来据刘欢说呢 也陷入了比较长的时间的考虑啊 他呢 这个呃 武祥呢 确实呢 经验也非常丰富 那他也看到呢 这个刘欢呢 嗯 就这个局面 如果任由红方发展下去呢 因为红方 那你如果不吃兵我就拱过去了 随时过兵 对 这样红方的优势呢 就比较明显了 那么黑方也是孤注一致吧 他选择了一个这个强烈的反击的手段 他都充足 祖三吉尼 嗯 那么充足呢 他也是设计的比较精巧 如果红方吃了 他当你看这个期 黑方怎么走呢 嗯 嗯 当时我也是在旁边关注了一下 啊 我也是第一感肯定是把兵先白吃掉 后来呃 也是看到 是不是黑方老有泡尔平武的这种反击 但是后来一看不行 嗯 然后赛后呢 听我的队友刘欢说 好像黑方有抛尔特尔这种一个 嗯 反击的一个手段 抛尔特尔主要要抽居 那么红方假设你不是 他再吃兵啊 这黑方等于把那个右翼子力呢 这个无根的摆脱了 嗯 那么所以红方来讲 这个图形呢 感觉不是很理想 那么刘欢也通过较长时间的思考了 他选择泡流氛气 应该说这部戏走的也很尖锐 而且针锋相对 恰到好处 就是我暂时不理你 将来准备白吃你这个兵 这儿呢 黑方呢 就说强不住气了 就等于要强行的呢 与红方采取对攻 否则这个戏就少兵 对 当初 对 黑方这步是一个很冒险的走法 是啊 对 我们看看这个 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 红方走区八进四 肯定要先要吃一个鞠 那黑方 既然炮来了 他肯定要打架 炮五水三 叫一下 唐三弟弟临场替这个红方讲 你当时觉得红方走什么好一点呢 这个棋怎么下容易获得优势或者利于把握呢 当时以我来考虑的话 肯定是先补一手比较安全 因为这个棋比较乱 我肯定是压力也很大 嗯 因为可以说呢 刚才房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比赛前的这个积分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 就是大家呢 这个比赛呢 应该说是非常精彩和激烈的 对 就是临到最后一轮下之前呢 好几个悬念的都没有定下来 对 第一个呢是冠军队归属 那么广东队和北京队呢 这两个队伍呢 早早的把大家甩开了 这个冠军必然从这两个队伍当中的产生 那么分的也很微妙 另外就是争夺 第三名的 那么浙江队和山东队 山东队 浙江博尔州城对这个山东洪远队 他有两个呢 也真的呢不合开交 也很微妙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降组 最有危险的呢 应该说就是说河北西方刚傲队 还有这个湖北洪雨队 这两个队 还有可能其中一个队呢会降组 所以说也引起了很多其有的这个关注 那这番棋呢 当然是这个北京队的什么局面呢 如果北京队能够呃 对阵江苏队的时候取胜 无论他们两个谁赢 唐灾和刘晗有意赢的呃 就说取胜的话 那么北京队肯定拿到冠军了 如果要打成两合的话呢 也就是说广东队在最后对阵湖北队的比赛当中呢 如果要是三比一赢的就是一胜一平的话呢 那北京队冠军 如果四比零赢呢 就是广东队冠军 因此这盘棋呢 既要注重这个场分啊 又要注重局分 所以说呢 这个刘欢的压力呢 也是越来越大 好 当然唐灾呢也面临压力 实在呢 最终表明呢 唐灾也是对张凤的局面当中呢 也是有一个环节呢 没有处理好 不然的话也是很有机会的棋 走到这呢 这个刘欢呢 就觉得局分我要争啊 场分呢 我也要想得 他呢觉得这个棋呢 机会来了 然后他通过计算呢 他毅然居然呢 选择了马虎心六 这个硬山隔岭 把这个炮隔开了 就想把这个局呢 留住 实际上知识也可以 但是知识不如上马好 知识宏康是稳健 上马呢 这种优势呢 应该说是更加的显著 更大 他马虎心六一走 当时唐灾你看这棋 是不是也替他紧张啊 这个棋就 双方就看着很玄啊 是的 一时半会呢 翻不出啊 到底谁好谁坏 因为这个当时呢 最后一场呢 我作为北京队的教练呢 我怕这运动员紧张 因为你这个教练 你在赛场里看呢 这运动员可能一抬头看见你教练了 你教练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 是不是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弄不好这个运动员 看到你的表情 他就会紧张 你看那个乒乓球比赛吧 有时候我也专门看 那个比运动员张磊 对 他也经常坐在那个 每个队的 拳手都坐在这个 自己队员的后边 他看不见面不表情 但这个棋赛呢 他是这个 这个围养的状态 他难免会看到你 好了 我一看这么关子的比赛 我就先在那个酒店房间里吧 看他们直播吧 看直播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鞋 红方肯定是优势 但是这个鞋确实啊 有很多悬面 那么我们继续讲鞋 黑方做的偏偏不行啊 打着这个门 那么黑方呢 他肯定要聚一将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肯定要直势 十字幕也很好 这就是关子 对 他抽这个鞋肯定这不行 对吧 因为这个 你基本把鞋吃回去 这形式也很罗号了 那么黑方呢 就是走鞋五平三吃这个冰 这个黑方也是提前算好的 就是对红方呢 有很多的这个考验 黑方把这条三路线打开以后 就可以足三平二这个白吃鞋了 对 等于把这个蒙蒙解了 对就是这样构思的 因为说武侠这个思路呢 从这个局部上来看呢 也非常的精巧 这个刘欢呢 当时就觉得 呦 这鞋一将以后呢 他盯着这个炮料吃我鞋 那怎么办呢 我就初帅呢 来填你的炮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呢 就是有更好的棋 就是红方应该走不下 这个棋刘欢 为什么临场没走出来呢 这个 呃 这个 黑方呢 他觉得把鞠会拱掉 对 这样子好像 通过交换中没有得到什么优势 对 因为他觉得能把这个鞠保留住 对 那不就多子占用了吗 所以他选择出去 停车走下 实际上这个棋呢 红方这么 如果明智的把鞠气回去呢 再走鞠二平四 黑方这个棋还是很难下 嗯 因为红方这个中炮啊 就很厉害了 如果你推炮的话啊 红方还有这个 如果就是我们后来分析啊 红方还有 也初帅 黑方这个棋就几乎没得动了 是的 如果你平足 我就白打 打完了以后 我飞到你这个炮就捉死了 因为这个鞠啊 这有一个铁门川的杀棋 这以后红方可以再退炮 还有马力退棋这些手段 是的 因为他总是有一打相的棋 黑方应该说是 这个很难下啊 这个基本上难逃这个败局 黑方好像看似过和一个 三组二组啊 但是呢 他这个责力比较分分 对 他配合不上 他主要这个中炮厉害 那么刘宽廷都点初帅了 那么黑方呢 因为当时呢 我们在房间里看呢 也没把这棋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走 炮了去死 这是感觉棋 因为现在一江之势较江 那么实战来看呢 他也是走了这一招以后 出现了一些战施手段 另外呢 黑方也从棋的内容来看 应该回到这儿 就是将来 鸿芳补相的时候呢 他可以先一江 有足三平二的棋 对 这样不让鸿芳有居二平四的 这个手段 那推炮以后呢 这个刘宽呢 就是想保留居这种想法的 过于执着了 是 他又走居八起义了 结果导致这个棋局啊 极准之下 鸿芳如果能够客观冷静的分析呢 仍然不像的话呢 应该说呢 还能够取得这个优势 因为你如果你江的话 我进帅 你如果吃了我这个鞠的话 我马路进七 那这个棋鸿芳呢 好 攻势也很强 主要鸿芳有中炮 这个而且四个子很集中 如果你平足 他还是举二平四 这个棋呢 感兴趣朋友 大家也可以那个 再分析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再给大家细讲了 就总之跟刚才那个棋呢 很雷同 对 就是鸿芳 他将来老有这个炮打相的 这个手段 鸿芳如果冷静的 把相拨起来 应该说最后的这个 冠军归属呢 可能会有天长之别 那么我们来看 黑芳这个手段在哪儿 他一将 鸿芳只能知识 然后他这个时候 就他明寺吃掉 现在呢 扶着这个抽菊 嗯 这里 而且还有一个 居六级一将 炮上键 这个阻杀的这个手段 是的 那么荒乱当中呢 刘欢就走 他原来认为 有G2222的棋 是 双区夺炮 但黑芳有一个炮流进三 这个棋呢 作为红芳来讲 是实测的 因为他有炮流屏股杀 那红芳这个棋 最顽强的应该走上涮 基本上呢 还能保持呢 这个接近军事的局面 一将他吃了 他吃了他浸泡一打局 浸泡一打局 对 这棋少一个组呢 也不要紧 当时我看到 我在旁边看棋的时候 我看双方时间都剩几分钟了 但是好像这个武侠比较冷静 对 能体验出他这个经验丰富的这一面 结果红芳呢 那无奈之下 他就把炮砍了 把炮砍了以后呢 这个棋呢 就形式了激准之下 你看啊 黑芳这个族 长驱直入 长驱直入 那这个棋 没有办法走啊 最后一段呢 我们这把棋局给大家介绍完吧 就二平五 他一桌 武侠走的很老练 对 我感觉他真的是经验很丰富 不愧为这个大满贯宣手 就是红芳走半天呢 你看支离破碎 最后这个族呢 还被扒掉了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呢 说太细了 这个棋总之呢 最后是走来走去呢 最终呢 就是这个棋 红芳由于少事啊 他这个杀不后 最后是双方 就把这个军队了 那么黑芳最终呢 是马双兵的 赢了红芳这个炮象 对 因为这个棋 确实是红芳也很难防守 因为还有精彩的棋 在表达大家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最终呢 是红芳呢 这个失利了 好的 稍后我们再见 更多期待更多关注 大家好 我是失利家 敬请关注央视伍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江苏张国凤对阵浙江小将吴可欣的一盘对局 看了这个武侠的棋呢 大家可能这个也对张国凤的棋呢比较了解哈 张国凤呢 张国凤呢 原来一度呢在两千年的时候呢 呃 有好几年呢 持续排在中国这个女子选手等拳第一的位置 应该说那个时代 他是创造了啊 非常辉煌的战绩 这盘棋的双方是以施咬炮对阵融马开局 这个小将吴可欣呢 是来自浙江骑鞋 呃 应该说很有冲击力 原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介绍过他的棋局 啊 等于黑方呢 就采用的是啊 平道对于的这个阵向 那么张红凤应该说这盘棋的开局呢 他与采用的这个策略比较好啊 呃 他采用这种啊 散手战呢 来考验对方的这种啊 棋的应对思路啊 接下来黑方走局局 这个棋 唐湛你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感觉是怎么样的 谁谁容易更啊 把控这个局面呢 啊 这个阵型 这个阵型 走到这儿我就感觉 呃 呃 黑方这个吴可欣呢 就是特别想发布出他自己的这一个风格吧 他就是想呃 所有的子力都向自己的左翼 标动 来打击红方的这个三路居 说吴可欣的齐一风呢 是比较啊 喜功耗杀的 是的 呃 呃 黑方呢 并没有采取我们那种常见的那种柔性防御啊 嗯 而也是 横拘 立炮 准备 来这个 围困啊 攻击红方这三路居 让红方走的比较 呃 轻盈 他先把这个居呢 脱离这个险境 啊 呃 呃 接下来黑方走 呃 七八紧八 这段期看起来也是比较凶猛啊 是的 呃 呃 一般常理来讲还是打一下啊 选择博相啊 嗯 比较这个 这种尝试的这种思维 这种责法呢 就说的 你点据呢 点的过早呢 暴露 你的意图呢 也过早 嗯 不过我想这个挺符合这个小将这个吴可欣的一个风格 嗯 他下棋特别的凶猛 我感觉是嗯 就是记得金海英嗯 特大的这一个传统吧 对 浙江下棋都是非常的犀利 嗯 对呃 呃 呃 16岁啊 今年这个来自浙江棋业的选手 嗯 在这个老师金海英的指点下的 也应该说 最近起义呢 还有一些明显的进步 好 当然呢 这个功夫啊 还有对局面的理解 还有很多内容呢 有待于进步提升 但是他这种年轻人呢 敢于搏杀 敢于向强手挑战的 这个风格呢 也是值得赞扬的 呃 呃 这个刀凤呢 就是不肯轻易弄起来 本来这个居吃了 也没看到黑方 有明显的手段 他可能觉得这个棋 呃 没有必要弄得那么风险吧 嗯 接下来鸿芒跳正马 这个不拘解到呢 我没摆的比较快啊 啊 你当然也是由于时间关系 就不给大家呢 特别仔细的分析了 总之呢 红方呢 还是占得了一些便宜 啊 呃 黑方这个棋呢 走到目前为止呢 子力呢 也是完全开扬了 也是看起来形势不错 是的 到底谁好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红方呢 这招棋 就是说张黄凤呢 也知道卧鲜比较能拼 他走得比较稳 本来也可以去有瓶六的 你马八斤掉我兵不及 你二斤我再飞下 那么黑方这个棋呢 暂时也没骑 你打像 我就可以再飞上得子了 啊 他先飞上就是 先防住了 是 不过我就是觉得 感觉从这盘吧 可以看出这个 呃 新老棋手的这么一个经验上 一个老练的这个特点吧 就是 就是 凤姐呢 他知道黑方呢 是一个很凶悍的一个小棋手 所以呢 他就是很早的 先把自己阵情给守住 他准备来先跌坝 然后呢 黑方是越狱式 就是本来红方有一些 物质上的优势呢 现在显然呢 也没有发挥出来 这个三路兵呢 受些制约 那黑方呢 这两步呢 走的也是不错 这个协调能力还可以 把自己的阵型也巩固了 又越亮出来了 现在红方呢 这步棋 马勒金六走的也不错 他准备将来兵的马勒金四 那黑方马八勒金六 这双方就开展了 啊 终局比较难人寻位的这个对攻 好 马勒金四 在等 时代当中呢 这小将沃沈呢 走的不冷静 不劳烈 好 他选择了炮金四打兵 就是正所谓这个兵法当中 叫弹无虚发 啊 特别我们摆这个棋的时候呢 就感觉啊 黑方这一个啊 威力很大的炮呢 将这个红方这个作用 并没有发现很大的这个马呢 换掉呢 这本身也吃亏 黑方就是他太急于进攻了吧 对 他就认为自己的阵型都摆好了 然后呢他就准备这个发动攻势 实际上呢 他这个后方不稳 嗯 这个棋的黑方应该走 抛心线 先等一下 是的 嗯 然后这个棋呢 红方暂时呢 就说他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手段啊 嗯 那他打出来以后呢 我们看后边啊 那么红方就把它换掉 马一三灯 黑方换 然后红方抓住这个机会 马勒金就切进去 嗯 黑方拘瓦瓶柳 叫沙 啊 红方只能向三对一 先守一步 黑方要抛击平八 抛击几 啊 这样 红方追着几二 对 这个红方他他不急于进攻 也不着急这个将军什么 对 他就先把自己的阵型补后 对 但是黑方呢 走来走去呢 他这个后方的这个不稳了 是的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黑方呢 这个炮都发出来了 就是刚才那个地方应该他先整那五炮 对 由于实际关系来不及给大家细说了 长两五号他将有个狙八退于别马 再抛击架 对 他必须要通过这个机链 他他一定要子力先复杂 对 先不要急于这个把子力点化 好 那么由于实际关系呢 我们看黑方呢 他走到这儿 他走到 这个时候 红方突出妙轴 他走到狙行寺 这很精巧 你如果长狙的话呢 长到其他地方 他有狙狙行寺 手类又杀 又马了一起杀 双杀 那黑方无奈之下 他选择去二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方姐呢 突出妙手 她走了一个 啊 狙虎花心 狙虎屏鼻鼓 对 那么黑方只能十四进五 体现出他这个 很精巧 很精巧 他也出价 红方 手法 一马去对方一登 登这个马呢 黑方这个棋呢 就丢死了 黑方也准备就是想拼命了 也就不管了 那红方最后一步棋 他都不用急 对 他等于把这马路呢 卡断 这个马呢 就吃了以后还是杀棋 是 所以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只好这个退坑人负了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啊 利用这个短段时间呢 给大家介绍 最主要 黑方呢 就是功夫太急了 当然红方走的就很精巧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旁边再见 好 再见 这个棋 就是 这个地方 对 他应该先长两步 然后 狙退一步 打出来 好 这个棋